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购买了约一万个口罩 三百只消毒洗手液和一大批湿纸巾 派发给两千户独居长者 及一千户单亲家庭 宋林奇也亲身参与了沙田区的派送活动 走进公屋区 每家每户敲门派发 他对当时的场景印象深刻 一个一个的发给他们 然后他们就说谢谢 他们就一直谢我 还是说很乖的孩子 所以辛苦和累 但是我在后面感觉很开心 因为帮助了很多老人家和小朋友 宋林奇是在加拿大温哥华出生的华人女孩 后随家人搬到香港居住 因为从小对钢琴感兴趣 父母便开始培养她的爱好 没想到她在音乐方面天赋异禀 成为了香港小有名气的少年钢琴家 先后获得第五届香港亚太青少年钢琴比赛冠军 上海国际青少年钢琴大赛特等奖 九岁时获得环太平洋国际音乐节钢琴比赛少年组金奖 并在世界著名的美国纽约卡内基音乐厅演奏 这笔36万港元的款项 便来源于宋林奇国内外比赛的奖金和压岁钱 他本来要将钱捐给他出生的加拿大儿童医院 后来发现疫情严重 就在自己十岁生日前夕 转而把钱捐给了香港社会 欧吉是在加拿大出生的 然后一出生以后 爸爸跟我决定就带他回香港 因为我们想让他学习更多的中国文化 中国是我们的根 我们不能忘 所以就举家迁移回到香港 宋母表示 宋林奇很有爱心 家里养了五只宠物猫狗 他一直热衷于公益事业 父母也从点点滴滴去培养他 比如飞机上有捐款箱 宋林奇都会捐些钱 为了保护环境 宋林奇常常捡路上的垃圾袋 经常和两个弟弟去海滩边捡垃圾 因为欧吉是这次最小的大笔款箱的捐赠者 他对这次活动的感受也非常的深刻 他告诉我妈妈 那以后我们每次比赛有捐金的话 我们就一定要还去做这些善事 那我听了也很欣慰 这就是激发孩子的爱心 对于未来 宋林奇表示 自己还会继续为慈善事业出力 再捐抗议物资 未来有机会 还将担任抗议宣传大使 去香港 乃至世界各地宣讲防疫之事 如果有可能我想当抗议大使 帮助更多的小朋友们 还有老人 拿到口罩 还有洗手用品 在这边